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讓媽媽們暑假好好的祝福禱告一下 對 看起來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暑假 對 孩子們很開心 爸爸媽媽們可能一直搖頭搖不停 好 我們今天要來看民宿記11章 我們要看民宿記11章 民宿記11章 我們先要來看11章第一節 然後一直到第15節 好 翻到了請看我讓我知道 你們OK了 好 民宿記第11章第一節 一直到第15節 好 我們一起來讀我們看 今天弟兄也蠻多的嘛 弟兄們有吃早餐嗎 只有阿德有吃耶 弟兄們你們有沒有吃早餐 好 那我們請弟兄們讀單數節好不好 然後姐妹讀雙數節 弟兄們 你們是頭嘛齁 第一節不要漏氣了齁 他漏氣了 姐妹們如果贏過你們 你們就可能待會要去跑操場了齁 好 十一章第一節 弟兄們請 十一章第一節 弟兄們請 好 十一章第一節 也許連絕對老婆們 少算在他們的狀態 他們的中間的寫大人 大喜 太憂心 你們那個人又哭話說 誰給我們鬥失呢 我们很记得在爱子的时候 无法见误识 也记得有黄黄阿西瓜就在冲蒜 现在我们的心血有贴德 除了阿玛拿出国安 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 这能让他出乎我们随时 又要向珍珠 百姓周围洗手 把阿玛拿收起来 或用黄金或用朽朗 在国中又受成品 滋味好上心油 业界入水加在营充中 阿玛拿随时降下降 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后 没有好人怒气变大发作 摩西就不喜悦 摩西对业的话说 以外的古代无人人 我为了不在你眼前摸恩 既把这刀有关心 使我们人家在他身上呢 这把信岂是我怀的胎 岂是我生下来的呢 你竟对我说 阿玛拿抱在海里 如亚运事故抱是那样的孩子 只好帮你 其心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必须 我们就读到十五节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恩主 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 一起在主里面 我们要来思想你的话语 主 求你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运行 求圣灵你教导我们 使用孩子的口 让我们说的跟听的都同盟建造 安慰 劝勉 主啊我们需要你 愿你亲自来 开我们的心 开我们的眼 帮助我们 与我们同在 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祈求 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呢 要跟大家谈谈的是 初衷 你还记不记得当初你信主 遇见了耶稣 你愿意 说啊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 然后你愿意 在世人面前受洗归入主名 你还记得 那时候的过程跟经历吗 请大家用一下十秒钟好了 来想一下 如果你还没有认识神的呢 还没有 还不是基督徒的 你可以用这短短的时间想一下 你之前是怎么样 听见耶稣 以至于你今天会愿意来坐在这里的 尤其当我们 做了基督徒越久的时候 就很像什么呢 很像 我们刚出社会的时候 我们从基层开始做起 我们可能像行政 我们可能就开始从哪里开始做起 我们可能做 Excel表啦 Word表啦 慢慢一笔一笔资料做统计啦 对不对 然后预算呢 也开始从小笔的钱 小笔的范围 一笔一笔这样累积经验 理工的呢 也开始从原料 每一个基本的元素 开始认识它的特质 开始认识怎么组装 怎么组合 以至于能够有一个半成品出来 甚至到最后一个成品 那个都是一个过程 但是 是不是当我们 越熟悉 成品 办成品的时候 当我们越熟悉 开始做统筹 开始做整个规划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慢慢的 就已经忘记了 基本功怎么做 基本功夫是怎么建立的 就很像我们的信仰 当我们信主久了 好像就固定每个礼拜来主日啊 然后固定就是 小组聚会啦 然后呢 久而久之 想说 就是反正我是基督徒嘛 我就固定去参加这些聚会 但是呢 我们到现在为止 大家数一下 你已经信主几年了 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 你想一下 你从第一次听到耶稣基督 然后一直到你今天进教会 已经多久了 好 跟你隔壁讲一下 或你前后讲一下 你信主几年 或者是你如果不是基督徒 你跟他说 我还不是基督徒 但我听到耶稣已经多久了 跟隔壁讲一下吧 好 有信主 有信主 三十年的请举手 三十年 哦 信主三十年了 哦 看一下你们左右边 有信主三十年了 我说三十年以上哦 所以你不管五十六十 都是算 OK 好 谢谢 信主 二十年到三十年之间的 哦 OK 好 接下来有信主 十到二十年之间的 有没有 十到二十年 哇 感谢神 那 信主 一年以上至十年的有没有 哦 感谢主 诶 其实都还蛮平均的耶 那 信主 信主短于一年的请举手 那你现在你还没有受洗 你还不是基督徒的请举手 哦 没有 所以基本上我们是 我们都还蛮平均的嘛齁 每十年 十年这样子 OK 那我请问一下 你觉得你现在对神呢 跟祂的关系 或跟来教会参与活动啊 主日啊 你觉得你是因为习惯了 因为义务 我是基督徒所以我要来 还是因为灵里面 你觉得你还有对神有那个热情 一想到就觉得 哇 想到要来主日 还会偷偷微笑啊 还会偷偷窃笑的 有没有 现在你们窃笑是窃笑说 哈哈哈哈 哪有可能是第三个 是这样吗 怎么可能 有第三个选项是不是 各位兄姐妹 其实这是我们身为基督徒 我们要常常 思想常常来寻查自己的 我们的初衷 当初你愿意信主 当初你愿意受洗归入主名 当初 当初你刚开始认识耶稣 然后你受洗归入主名 你曾经经历跟耶稣在一起 就很像初恋一样 自己有时候想到都会偷笑 然后又很像 刚在谈恋爱那种傻笑啊 那种甜蜜啊 有这样经验的请举手 不要客气喔 卖拍谁 好 放下 那其他的人是 因为你们信主的过程 你们经历就是 为什么 是因为我 你是因为太太说 诶 冠群我们要去教会 要去受洗吗 啊还是 你那时候会信主是因为 你为什么会想要受洗 认识 所以有点像谈恋爱 就是诶 这个对象 这个对象的那个 CP值 或者是他的那个 可以跟他更认识的还不错 所以更认识他 所以以至于想要来 受洗归入他的名嘛 是这样吗 喔 本来是来看看的 OK 但是这个过程 初期的过程 比较没有那种 谈恋爱的那种 没有齁 好的 神代理每一个人的方式 跟经验不一样嘛 但各位弟兄姐妹 你觉得你所信的神 是只有活在这 白纸黑字里面圣经 是摩西啊 大卫啊 两千多年前啊 的那些什么使徒啊 他们的神 还是说你觉得你 所来教会 你所信的这个神 是到如今 他还是活着的神 不要举手好了 免得尴尬 我相信我们在理智上 我们都觉得 我们信的神 是活的神 但是我要鼓励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常常去思想 我现在的生活 我现在的人际关系 我现在在应对 我现在在安排我的人生 我真的把这位神 当做是活的神吗 还是我某个程度 把他当做阿拉丁神灯 我有需要的时候 我再去摸摸神灯 欸神灯神灯 赶快出来 我现在有需要 这个问题我留给大家去思想 请不要觉得这是一个 无关紧要的问题 这个是我们信仰当中 非常非常关键 非常值得你我花时间去 省思去思想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初埃及记 请你翻开初埃及记 第一章 初埃及记第一章 我们来读一下初埃及记第一章 我们先读一到七节 初埃及记第一章 一到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 翻到我们一起来读 请 以色列的众子 各代家眷和雅各 一同来到埃及 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 有流变西勉立位犹大 以撒加西布伦变亚明 但拿佛塔利加德亚舍 凡从雅各而生的 共有七十人 约瑟已经在埃及 约瑟和他的弟兄 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 以色列人生养众多 并且繁茂 极其强盛满了那地 所以 各位弟兄姐妹 出埃及第一章 一到七节 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说 为什么 会有后面出埃及的 一个基本的背景 当初呢 因为雅各 神拆拍了 神带领了雅各 去埃及 去当了 整个国家的总管 然后呢 他也 也因为这样 而让他的家人 他爸爸 他的弟兄姐妹们 他们的家族 都因此得福 能够在 饥荒的时候 去到埃及地 倚靠 约瑟 能够过一个富裕的生活 甚至于 第七节说怎样 他们本来是只有七十个人 到最后他们是怎样 生养众多 并且繁茂 极其强盛 满了那地 所以他们从七十个人 本来是来逃难的难民 因着饥荒来逃难的难民 之后他们变成什么 那一个地区的怎样 蚕桥子 有钱人 富裕的家族 然后呢 我们来看第八节 到第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 请 永不认识 缘色的 新往起来 是你爱情 跟他的百姓说 看你这位色列明 我不忘了来到我 又给我们抢身 来把我们忽略用巧 敬待他们 恐怕他们多起来 入口过于什么生产的事 就联合我们的仇敌 攻击我们 离开这里去了 于是 埃及人 还监督 本宫的 侠弃他们 家众们 不害他们 他们为阿老 建造 两座寂寞神 就是离冬 和兰赛 在 越发古代他们 他们 越发若塞 越发蔓延 埃及人 就有听 以色列人 仇犯 埃及人 也也得 一直以色列人 做工 使他们 因做 武功 觉得命苦 无论是 墨疑 是墨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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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墨疹 墨疹 是墨疹 是墨疹 人 好的 那我们呢 你看喔 他们本来在那里 他们本来是落难的难民 因着饥荒去到那里 去到埃及 那他们现在变成 那里 那个地区的大户户 大富户 对不对 大富户 就有钱的一整个家族 但是呢 埃及法老呢 有新的法老起来了 他们不认识 雅各约瑟他们这群人 那他们就想问怎样 哇 这以前是难民 来安家徒隔的 现在他们变成大富户 那 以后如果没有打仗的时候 他们就联合外面的人 怎么办 表示怎样 表示 这群以色列人跟埃及人 他们之间有没有融合 还是一样 很有分别 对不对 那这些法老 有没有把他们当做 像自己的百姓 在那个区域 照顾他们 没有 他们还是轻看他们 就像难民一样 只是现在眼红 觉得欸 你看你来我们土地 现在吃的这么肥 吃的这么臥 你也不想想看 当初是谁给你的这个恩惠 对不对 所以呢 他们呢 为了害怕日后他们 以色列人联合仇敌 来攻击 以至于呢 他们就先使剑招 就是呢 他们就用巧技 就是用阴谋 尖谋 要来 限制这些 以色列人的发展 我们从十五节 继续来读到二十二节 十五节 请 我希望我来 和你修圣的王 你修圣的教育 神满 一命 而化完 拜祭王 拜祭王 一样说 你们为师父 来 夫人 受圣 但当你一看的时候 若是男孩 就叫他杀了 若是女孩 就会有他死 但是 受圣的我 敬畏神 不知道 拜祭王 能更复习 敬畏神 没有男孩的性命 拜祭王 召得 受圣婆 来 说 你们为什么做这事 尊与男孩的性命呢 受圣婆 对祭王 说 因为新过来 妇人有爱情 妇人不同 新过来 妇人本身健壮的 受圣婆 还没有到他们 已经生产了 神后来 受圣婆 以色列人 坐起来 进行祥圣 受圣婆 并会敬畏神 神便照他成家 他的父母 方阿昂 跟父母说 将一志 人息 各位地 virtual 姐妹 在这里呢 所以这个大户腹 变成怎样 甚至本来要保护他们的 一些国家的元首 变成开始迫害他们了 甚至于呢 要抑制他们 那我們要來看第二章的23到25節 這個故事發展到呢 第二章的23到25節 我們一起二十張 第二章的23到25節 好 我們一起來讀 過了多年埃及王死了 以色列人因做苦功就嘆息埃及 所以呢 這一群原本是落難的人民 去到了埃及 漸漸的發展 而且聖經不止一次的講到他們怎麼樣 極其凡聖 極其強盛 那法老們呢 他們就覺得繼續讓他們這樣發展是不行的 所以呢 法老們呢 就開始逼迫他們 開始要殺了他們的剛出生的男孩 要抑制他們不斷的生養眾多 然後呢 你們在第二章也會看到 法老他們就開始讓他們做苦功 然後我們剛剛也有念到嘛 讓他們禍你做磚 對不對 一直到我們剛剛讀了第二章23到25節 他說以色列人做苦功 而且他們是歎 他們是探惜哀求 而且他們的哀聲還達到上帝那邊 上帝聽見了他們的哀聲 就紀念這些 上帝曾經跟這一群以色列人的祖先 亞伯拉罕以色列所立的約 神就眷顧以色列人 神就眷顧他們 神聽見他們的苦情 所以後來神就派了摩西 帶領他們出埃及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要出埃及是誰先發動 希望能夠脫離那個苦地的 是以色列人自己對不對 而且他們那個 他們不是跟神說阿神啊 這個環境太糟糕了 你帶我走 不是耶 他們是哀聲 是哀嚎耶 說主阿你帶我走 這個地方真的不是人住的 他們是哀聲 他們是哀嚎 跟神哀嚎到一個程度 神聽見了 神不得 神回應他們 他們的哀聲 讓神想到他們跟他們祖先 亞伯拉罕以色亞各所立的約 以至於神才派了摩西 回應他們的禱告 帶他們出埃及 我們剛剛讀的民宿記呢 就是他們過了紅海之後 就是他們在 還沒有到應許之地 這中間的一個路段 在這走的過程當中呢 我們剛剛有讀十一章 一到十五節 十一章第一節他說 眾百姓就發怨言 他們的惡語達到耶和華的耳中 耶和華聽了就發怒 就怒氣發作 使火在他們中間焚燒 而且燒到那個營 營地營區的邊界了 各位觀眾姐妹 這一群百姓他們為什麼會抱怨到 讓神這麼生氣呢 他們似乎已經忘記當初是誰 他們會挨著說 請你把我們帶走 有沒有 他們已經忘記 他們現在記得的就是眼前 他們覺得缺乏的 但是他們的態度是怎樣 他們開始抱怨說 你看 把我們帶出來這個算什麼 你看來這裡 在我們剛剛讀的第五節 他說你看在埃及的時候 在埃及的時候 不用花錢耶 你要釣魚喔 要吃魚就有魚吃耶 然後呢 你看那裡 埃及那裡有黃瓜 有西瓜 有韭菜 有蔥 有蒜耶 以色列人他們這裡 因為他們在走 走出埃及的時候 他們有帶著他們的羊群牛群 對不對 所以其實平常他們要吃 肉是有肉的 但是你看在走那個曠野的過程 沒有海可以釣魚啊 沒有海鮮可以吃 在走的 你一直在行軍 你要進到一個 另外一個地方的時候 你可以 可以種植物一直等到它 一直等到它能夠有收成嗎 不行啊對不對 因為你就是 神的火柱 雲柱 一起行往前走 他們就要拔引 就要跟著往前走了 對不對 要進到埃 要進到應許之地 所以他們整個 要在這個地方多久 他們是不知道了 你在那個光景之下 你是不會想到說 在那裡種個什麼蔬菜啊 在那裡種個水果 對不對 因為你根本會來不及 去收成 而且在那個曠野也不合適 耕種 所以呢 他們不太有蔬菜可以吃 他們不會有海鮮可以吃 那他們現在呢 跟神發願言 他們現在抱怨的是什麼 抱怨說沒有海鮮可以吃 沒有蔬菜可以吃 你們 早知道我們幹嘛要出來 我們在埃及好得很呢 人是很健忘的 你看他們才經歷了多少的 超自然的神蹟 現在這些超自然神蹟 如果出現在我們的眼前 我們可能 我們一樣會目瞪口呆想 哇 我們的神真的是 好奇妙喔 但是他們不斷的在這個過程當中 經歷了神蹟 甚至於那雲柱火柱 就在他們的當中 是可以看到那個非常明顯的 超自然神蹟 但即使 在這個環境裡面 那我問你好了 各位弟兄姊妹 你會希望看到 超自然神蹟發生的請舉手 我想我們都會希望對不對 因為那似乎是更讓我們 馬上立眼就看到說 神在我們當中 對不對 可是你看這一群人 他之前這麼常經歷神蹟耶 但他現在在抱怨什麼 沒有魚湯姐 沒有韭菜蒜頭湯姐 現在的你我可能想說 如果我們有那個時光機回去的話 可能馬上送魚啊 送蔥啊什麼 跟他們換對不對 說我們這個給你好了 這個實在太小case了 你竟然為了這個 然後 抱怨神 抱怨到這種程度 抱怨到讓神真的是發怒耶 然後呢 而且呢 他們還怎樣 好像一副自己苦到說 你看現在我們的心血都枯竭了 就他們心啊 好像胃裡面啊 都已經很乾枯啊 都已經 喔 散到這樣 好像自己多可憐喔 還抱怨說你看 除了馬拿以外 我們眼前什麼都沒有 所以你看他們每天都在經歷神蹟耶 因為有馬拿 每天都有雲柱火柱在他們當中 但是他們抱怨的竟然是 沒有魚湯吃 沒有菇菜湯吃 沒有菇菜湯吃 沒有蔥 沒有蒜 我不知道你現在想要說 哇這埃及人 那以色列人怎麼這麼傻啊 趕快走一走 趕快進加蘭美地 又流奶 雨蜜之地不是多好 你在這邊走 然後還要抱怨什麼 沒魚啊 沒有蔥沒有蒜 在搞什麼東西啊 你每天都有神蹟耶 可是弟兄姊妹 這似乎就是我們人類啊 不是嗎 可能當我們在看舊約 這些以色列人 我們就覺得 你們真的太扯了吧 當初在哀也是你們在哀 今天把你帶出來 你還在哀 然後說 幹嘛要把我們帶出來 我們在原本的地方好得很耶 竟然忘了到這種程度 那現今的你跟我呢 真的有比他們好嗎 最近你抱怨 你有出抱怨的意念 或者抱怨的 話語 是多久以前 可能搞不好 剛剛坐進來 要主日的時候 都還有喔 對不對 五分鐘以前 我們可以回想 我們這些年日以來 最近這些年日以來 你對你的生活也好 對工作也好 對你的家庭也好 對你的感情也好 對你人的所有的部分 最近你有多少個抱怨 多少的不滿 多少的不足 是不是也像這群以色列人 想說 我只要有魚可以吃 我只要有這些蔬菜可以吃 我只要有肉吃都好 只要有這些 而且 我的人生 就 完美了 我的人生 就是 太讚的 我別無所求了 微信剛剛分享 五指登科 他應該也差不多 都有了嘛 對不對 有孩子 有妻子 有房子 有車子 然後工作也不錯嘛 對不對 可是微信 五指登科都有了 真的就沒有其他想要 真的就覺得 哇 現在人生 完美 是這樣嗎 會有不滿的地方 會有 覺得說 我還想要的 東西嗎 可是當下這一群以色列人 他們想要的是什麼 他們覺得 實際上 你只要滿足我們這些 我只要這些就好了 我只要有這些可以就好了 可是你來看 我們來看後面 我們剛讀到的 就是他們就在抱怨 然後呢 他們就在各家的門口 就是他們各組嘛 對不對 他們十二個支派 這支派的那些 他們的家族 然後大家在那邊抱怨啊 然後摩西聽到的時候呢 哇你看 在 第十節啊 他們不只是抱怨而已耶 他們還怎樣 哭嚎耶 以至於 耶和華怒氣 就大大發作 然後 我們的神 因為百姓不知好歹 大大生氣 結果 他所拣選的摩西怎樣 也大大不爽 但他不爽的是 不爽上帝 想說你把這一群百姓 不張經的百姓 不滿足的百姓 不知好歹的百姓 你把他托付給我 你根本就是在 惡待苦待我 這可能如果是 小組長啦 傳道人齁 對於那個 組員或會友 不管怎麼關心 怎麼勸 怎麼鼓勵 他就是 不來聚會啦齁 不然就是 不參加活動 或不讀經啊 或怎麼樣 可能心裡 我不知道冠軍有沒有 齁 我之前就會覺得 像我在學校 帶那個行政助理 那個年輕人 有時候氣到我神 神啊 我又不是他娘 我幹嘛要教他 可不可以把他帶走算了 我又不是他媽 因為 自己生的小孩 可能還覺得 沒辦法 誰叫我要生呢齁 雖然也很想這麼講 但是沒辦法嘛齁 各位弟兄姊妹 在這裡百姓他們的悖逆 百姓他們的這種不知好歹 百姓他們的那個專注點 所要的 完全是在一個錯誤的一個 焦點上的時候 帶領的人 一點都不輕鬆啊 以至於帶領的人 你看摩西 一直到我們剛剛所讀的十五節 摩西跟以利亞怎樣 一樣想要怎樣 求死啊 那不然你讓我死好了啦 因為真的很艱難啊 他們要的這些我又不能給 他們又偏偏都只要這些東西 所以後來呢 十六節開始 上帝呢就開始 給摩西 就開始跟摩西對話了 上帝呢也知道摩西的需要 所以呢 上帝就叫摩西去選了七十個人來幫助他 以至於摩西不是一個人對這好幾十萬的百姓 上百萬的百姓 他讓他拣選了七十個人是可以分下去的 大家一起來分攤來管理這些百姓的 那所以呢 上帝在這過程當中 他回應了他的仆人摩西的呼求對不對 他也回應了這些百姓的呼求 他怎麼回應他們的呼求呢 上帝呢就在 第十一章的最後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 三十一節那裡 我們可以看 耶和華呢 他在第十一章那裡 他有跟摩西說 他說呢 他說 你們要預備你們要自節 明天呢 我就會給你們吃肉 就會按著百姓的需要 賜給你們 因為百姓們哭嚎 說誰給我肉吃呢 然後呢 這聲音達到耶和華耳中 所以呢 耶和華就必給你們吃肉 這是第十八節 第十九節 你們不只要吃一天兩天三天 五天十天二十天 你們要吃一整個月 甚至於吃到那個肉 從你們鼻孔噴出來 就是吃到你膩你煩 吃到你真的是 整個人都被肉充滿了 然後呢 使你們吃到你們厭惡 然後你們呢 因為你們厭氣 住在你們中間的耶和華 各位兄姐妹 當這些以色列百姓他們的要求 就是我只要吃這這這這 這裡都沒有 然後他們抱怨他們哀嚎 他們一心想要的 他們就覺得只要我有這個就好了 只要我有這個就好了 只要我有升官 我的薪水有達到十萬塊每個月就好了 只要我存了第一桶金就好了 只要我有存個一千萬 就好了 可是當我們的心思意念在想 只要的時候 只要我的兒子這次可以考上台大 只要我兒子能夠找到一個好工作 只要我兒子能夠娶到一個好太太 只要我兒子他們可以生小孩 當我們一心一意在只要的東西上 除了神以外 讓我們變成偶像的這些人事物 當我們 除了神以外 讓我們變成偶像的這些人事物 其實 其實 就是 我們煙氣耶和華 煙氣我們的神 各位弟兄姊妹 這段時間以來 你心裡有沒有想 只要我有什麼就好了 當然 或只要我怎麼樣就好了 或我們在教會 只要我們教會 各位弟兄姊妹 都有準時來聚會就好了 只要我們 聚會都有新朋友來就好了 這樣的意圖 這樣的意念 這樣的渴望沒有錯 但是 它不應該是你人生優先次序的唯一第一個 因為今天就算 這裡全部坐滿了人 就算你的家人全部都來了 但他們坐在這裡 他們的心思意念 所求所想的 還是世界上的 只要的那一些東西 他們的生命裡面 我們的生命裡面 仍舊沒有這位神 你我可能沒有想說 有這麼嚴重 我想說 只要這個就好了啊 這樣我就等於 怨氣神了嗎 各位弟兄姊妹 我們可以平心好好的 花時間 好好去想想 我們 我們的只要 我們一心一意 都是在這一些世界的 這些人事無上 的時候 你所求所想的 就想說啊 我這個卡兒過了就好了 可是你真的是 過了這個 得到了這個 你就滿足 就開心了嗎 就不再有求了嗎 可能五分鐘 十分鐘 一天 一天 然後呢 你心裡就會又產生 另外一個欲望跟渴望 在這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早就把我們的初衷怎樣 丟在深海裡了啦 記不記得在啟示錄 神 對於 以佛所書 提醒了要他們怎樣 要 拾回起初的愛啊 你我現在我們不管是對教會的期待 或者是我們對我們的家庭 我們的感情 我們的財務 我們的 我們的婚姻 我們的工作 我們的住處 你我 我們對他們的期待跟渴望是什麼 真的只要孩子健健康康的 這樣就好了嗎 還是其實你 無形中你也很常想說 啊 孩子們如果能考第一 考上好學校 其實那個欲望 就不斷不斷的一直怎樣 就像一條 線一樣 不斷不斷的一個街一個街 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走到毫無止境 但他走的方向卻是一個錯的方向師 他沒有引導你走向這位神 那這個欲望就是 會害了你的偶像 是一個會引導你走向滅亡的一個 欲望 為什麼我們對當初的那個初衷 這麼重要 為什麼神 他稱讚了以弗所 但是他要他們拾起那起初的愛 因為每每當我們不忘記我們那個初衷 我們的方向我們的焦點 才能夠知道說 我現在是不是方向錯了 我現在那個初衷如果還在的時候 我還很在意的時候 我還看中這個初衷的時候 每每每我們在做決策的時候 就不容易偏離 我們人生都有挑戰都有苦難 就很像 耶穌也有告訴我們 在約翰福音16章33節 我們可以翻約翰福音16章 約翰福音16章3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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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對這些跟隨他的人說什麼 我這樣這些是我們一起來讀好了 約翰福音16章33節 最後一節了 對 我們一起來讀請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 是要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們有苦難 但你們可以放心 我已經勝了世界了 各位聽說姊妹 耶穌說在這世上有苦難 我們很多的渴望 我們覺得只要有這個我就可以了 很多都是在困苦当中 在苦难当中 被影响而产生的 因为 以前穷怕了 所以就会想说 只要我的账户里面 有一千万 有一亿 或者是 只会不断的增加 不会减少的 我只要钱这样 我就会安心的 我人生就无忧无虑了 但是这些苦难 这些磨练 困苦 都不是为了让我们 远离了神 为了让我们好像觉得 就像挨以色列人这样子 觉得算了啊神 早知道 没有认识你的时候 我日子还好过一点 对不对 我不知道你信主之后 你有没有这样想过欸 我刚信主的初期 那时候哇 好像跟神谈恋很开心 然后慢慢的开始进入现实生活 每天很平常 进入平常生活的时候 然后开始遇到困难跟困境的时候 开始在你的老我跟神的那个吩咐在拉扯的时候 尤其那时候年轻的时候想说 蛤 交个男朋友 那还不行 那还不行 就是因为教会告诉你 或圣经上的神有教导嘛 不可以怎样 不可以怎样 我们要自节 要什么对不对 那时候年轻的时候你就觉得 哼 这么麻烦 这么垃圾 早知道没有信主还比较怎样 自由 对不对 可是那因为 这一切都因为是 我们之前在这黑暗权势 撒旦的权势下 因着亚当夏娃带下来的罪 我们出生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是在他的瑕疵下面 我们就是被他的谎言所骗 就觉得 哎哟 上帝那个什么十戒 勒利勒舌 根本就是要框你的 哪是要给你自由 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的是 对 在撒旦下面 看似是自由 但结局是怎样 去到地狱 是落入火湖的 他要你陪他一起啊 因为他的结局就是落到火湖 所以他要你跟他做饭啦 他并没有告诉你说 啊 你看上帝那个 对你的吩咐 其实是真的为了爱你 以至于呢 他可以保护你 有一个安全的一个区域范围 安全的一个栅栏 以至于呢 你的结局会怎样 是去到天堂的 而不是陪撒旦去到地狱 落入火湖的 上帝的自由 跟我们在撒旦权势下面 所理解的自由是不一样的 上帝的自由 是可以让我们 永永远远在那乐园里面的 可是我们常常被那个谎言欺骗 以至于呢 我们也在困苦在艰难的时候 我们也很容易 会想要说 以前那种自由好像还不错 就好像这群以色列人 在这里想说 没有鱼啊 没有肉可以吃 以前在埃及也不错啊 你看那鱼都还免费的 忘记了 忘记了当初 经历的那个痛苦 当初 为什么愿意 当初为什么跟神哀嚎 甚至于极其乐意 跟随着神所差派的摩西出埃及 那个初衷没了 各位弟兄姐妹 当我们那个初衷没了之后呢 不只你我 我们的方向焦点容易错 我们也容易落入 不是那么乐意 跟人家传福音 或者是在传福音的部分 不是那么的给力 因为你觉得自己都 也没有因为上帝过的 你觉得很开心 或过得觉得很好 你怎么会想要 传福音给别人 想要邀别人来呢 特别是怎样 家人对不对 越亲密的人 越容易传福音吗 越不容易啊 为什么 因为他越了解我们的软弱 我们的不足对不对 可能传一字两字 慢慢甚至于还骂我们 还拒绝我们去教会 我们可能就会像摩西一样说 神啊 那是你生的 你才去处理 我不要插他了 我不想传福音给他了 就让他自生自灭吧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 你现在你觉得 为什么要传福音 是不是因为 你爱这位神 你把他打 把神当神 你爱他 你愿意回应他 对你我的呼召 要去使外民做他的门徒 这样的一个呼召 你觉得 跟随这位神 认识这位神 有多好 以至于 你很乐意这一些 他们 因为不认识神 他们是走向地狱 走向灭亡 你很乐意把他们救回来 能够因着认识神 而走向永生 还是你的传福音 只是觉得 他的冠群牧师 说要带人来 我就问问 愤愤 反正要来就来 不然来就算 或者甚至觉得 哎呦 邀请人 牧师 跟那些 同工的事情 不干我的事 其实他是环环相扣的 当我们把初衷丢了的时候 当我们不再记得 我们的初衷的时候 我们整个人都怎么 台语叫做 早前去 我